今天正所謂一折淡三虛 正改表決之後 暖殺入大龍 放完煙花之後 譬如蘋果過劉漢全 觀塘公客傳動非法劏房 政協劉漢全 清代人時有 柳漢全又不是很出名的人 無理喇傻可以上到頭版 還有他提供了解困 如果犯法就可以報警告 他跟記者這樣說 其實就說完了 另外817萬破頂富榮花軟風居屋王 這個說法其實都是 簡單來說 由於美國加息的風險 點味是很大的 現在又改口風還慢慢加 看來也有牌升上去 於是怎樣呢 於是有一個解決答案 就是要多建一些房子 沒錯 所以情報認為 我們認為十年目標是勢危 於是怎樣呢 於是靠施政匯報 靠特首建更多一些屋子 才搞定 明年一兩萬施宅落成 他說是十年類最高的 但是由於剛才我們說過 那個十年目標勢危 美國加息週期可能有牌子未出現 所以仍然都是刺熱的 但是我覺得 你說到這麼刺熱 其實有些東西是很冰冷的 這個真是冰冷的 老實說 說房子的答案是很明顯的 即是你提供土地 但是你接下來有區議會選舉 哪有這麼快有土地 建到資助房屋 我覺得 不說住了 說吃了 你覺得哪一宗誇張點呢 這宗誇張點我覺得 倒屍奶 殺與牛 但原來不是香港的 是內地的 內地是逐的 內地是逐的 看到嗎 內地繼續倒屍奶殺與牛 沒錯 就是說因為 之前三次清安 奶沒有人相信 現在一些貨多得多 怎麼倒 還有殺一些乳牛 但是大家都 只是相信國外的奶粉 變成內地的人 就很慘了 現在那些做牛乳製品的 當地的商人就逼到它 是 你倒了它 也是浪費 沒錯 恐怖之處 原來這麼有營養的東西 其實浪費了 為什麼你不倒去 那些應該需要牛奶的地方的人 譬如非洲 我覺得這個是真的 與其倒它 不如捐了它 沒錯 但是另外一宗 我說冰冷的 就是四十年玉靈 玉靈 通常你是 擺在那裡 讓那些肉 會age的牛扒 但是不會冰冷 那麼多年 長沙海關 不是長沙環 是湖南長沙海關 就破百噸 但是原來它是香港集貨 就燒全國 因為在香港入了 然後再去全中國 叫做殭屍凍肉 肉齡四十年 為什麼大陸有些可以說這麼久 還有它有些豬蹄是 七十口的簡稱 是的 有些鳳爪是 七十口 即是有些鳳爪是冰了三十年 豬蹄是冰了四十年 那些地真的很便宜 其實摘了這麼多貨 我覺得其中一個解困 就是斬腳趾被沙蟲 豬蹄是腳趾 鳳爪是腳趾 其實什麼意思呢 就是你這麼害怕 你這期不要吃豬蹄鳳爪 另外一個方法就是 如果你看到很便宜的豬蹄 和很便宜的鳳爪 都有些疑問 或者是 這陣子在做特價 鳳爪特價 鳳爪很划 鳳爪很划 那你又 這個世界 沒有這麼大的隔隔 那就是